近来中国对立陶宛祭出连环祭 一系列的连环操作让国人一阵较好 数日前立陶宛部分商业人士爆出 立陶宛已经被中国海关系统除名 这一事件很快引发整个立陶宛经济界的恐慌 立陶宛甚至跑去向欧盟哭诉 以求欧盟能向中国施压 让立陶宛重新回到中国海关系统中 事实上 所谓的被海关除名可能更多是一场乌龙 通过立陶宛方面公布的信息可以看出 所有的问题都只是发生在个别港口 大部分中国港口都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而且中国方面也没有对此予以官方证实 到底实际情况如何很难界定 经过一番折腾 立陶宛媒体证实 中国海关系统中已经能够重新找到立陶宛 可立陶宛商界并未因此高兴 因为中国的施压手段进一步升级 所谓重返中国海关系统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一些立陶宛企业已经反馈称 中国开始从最初的打击立陶宛企业 转向压制立陶宛海外合作伙伴 卢毅家为法国人缝制衣服的制衣公司称 中国人决定不再购买这家法国公司的产品 因为他们是立陶宛制造 通过这种方式 很多海外企业将不得不减少与立陶宛企业的合作 这比直接制裁立陶宛企业压力更大 12月9日据路透社独家报道 立陶宛外交部副部长透露 中国已要求跨国公司二选一 与立陶宛企业切断联系 否则将被排除在中国市场之外 这一消息得到拥有2700余家会员企业的 立陶宛工业家联盟的证实 该联盟负责人称 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中国向跨国企业提出类似要求 以前这只是可能发生的威胁 现在变成了现实 官方数据显示 立陶宛主要贸易对象是欧盟国家 中国是其第二十二大出口目的地 但路透社提到 尽管双方直接贸易规模不大 但立陶宛有数百家公司依赖出口经济 位于中国贸易的跨国公司生产零部件 家居 服装等产品 立陶宛外交部副部长阿多梅纳斯告诉路透社 最近中方一直向跨国公司发出信息 如果他们使用立陶宛企业供应的零部件等产品 便将不再被允许向中国市场进出口 阿多梅纳斯还声称 现在一些跨国公司已经取消了与立陶宛供应商的合作 立陶宛工业家联盟向路透社证实了这一消息 公开资料显示 该联盟是立陶宛国内大型商业中介机构 设有37个分会和8个地区协会 拥有会员企业2700余家 包括立陶宛大部分生产企业 银行、贸易企业、外国企业代表处、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 其会员企业几乎涵盖了立陶宛工业的各个领域 该国几乎所有的工业产品均由该联盟会员单位生产 本周我们第一次看到中方直接向跨国供应商施压 要求他们放弃立陶宛产品 立陶宛工业家联盟主席亚努利亚维秋斯称 以前这只是可能发生的威胁 现在变成了现实 在谈到一家取消立陶宛供应商合同的跨国公司时 亚努利亚维秋斯说道 对我们来说 最痛苦的部分是它是一家欧洲公司 许多立陶宛企业都是此类公司的供应商 阿多梅纳斯和亚努利亚维秋斯均未提及受影响的公司和供应商名称 此外 一位立陶宛政府高级官员告诉路透社 立陶宛正在考虑设立一个基金 以保护该国公司免受中国的报复 包括向企业提供可能的金融支持 12月9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提到相关问题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称 不了解有关具体情况 汪文斌强调中方一贯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办事 立陶宛背信弃义 公然违背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时向中方所做的政治承诺 在世界上制造一中一台 严重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在国际上开创恶劣先例 性质极为恶劣 我们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定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 立陶宛之所以敢于向中国挑衅 很大的倚仗在于地理屏障 由于中立相距遥远 双方不仅政治 经济往来有限 中国也很难采取卓有成效的军事反制措施 虽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但立陶宛经济总量很小 中国的直接经济制裁力量有限 只要欧盟或美国愿意让出一些市场 立陶宛就可以轻松化解中国的经济压力 而为立陶宛这样一个弹丸之国 中国理论上不会全力出击 以避免打击面过大 毕竟中国还是需要发展 可整件事情中 中国展现出维护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决心 却让立陶宛大吃一惊 中国不仅大幅降低两国外交关系 挤压掉任何妥协的空间 还迅速展开经济压制 面对中国的高效应对 立陶宛措手不及 与此同时 美国和欧盟都位如立陶宛之前预计的那样 让出市场消化立陶宛之效的商品 除精神鼓励外 立陶宛什么都没得到 不可否认立陶宛极小的经济总量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规避中国的直接经济制裁 但同时也正因其经济总量小 一旦某个经济领域受制约 就很容易冲击整体经济发展 中国不只是减少两国直接经济联系 还从国际产业链层面打击立陶宛 这对立方来说可谓是降维打击 因为立陶宛在国际产业链上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 很容易被替代 而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两个选项摆在面前 任何头脑正常的企业都会选择中国 纵然立陶宛的政客们还在嘴硬 可他们也已经感受到深深的含义 如果事态进一步发展 立陶宛被完全提出国际产业链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届时若美国与欧盟仍不出手 立陶宛将面临空前经济灾难 据俄罗斯媒体评论 立陶宛高层普遍对中国的报复规模感到震惊 他们没想到会招致如此严厉的报复 如果只要跟立陶宛沾边的产品都进入不了中国 那么立陶宛将被世界贸易体系所抛弃 这就不是能不能跟中国做生意的问题了 而是还能找到谁继续跟立陶宛做生意的问题了 对于自己的遭遇立陶宛方面的表现非常可笑 俄美指出 立陶宛一边寻求欧盟调解 一边假装情况并没有太糟 以安抚立陶宛民众 实际上从立陶宛当局的表现来看 只是表面淡定 内心慌得不行 立陶宛最近就一直产着欧盟 又想让欧盟调解 又想让欧盟给自己出头 而欧盟方面的反应始终都比较冷淡 欧盟在立陶宛的再三催促下 拿出了一个之前准备用来应对美国的草案 这个所谓的反胁迫草案 只是拿了出来 是否会用还是一个问题 欧盟贸易部门发言人的原话是 正在评估立陶宛遭到中国反制是系统性的 还是一个独立的问题 同时还得看看中国的行动是否符合WTO规则 也就是说 欧盟首先得评估一下 是只有立陶宛遭到反制 还是整个欧盟遭到了反制 且不说评估需要多长时间 但说事情本身是立陶宛自己闯的祸 明显是一个个案 同时欧盟还得考虑WTO的因素 不管最终欧盟的评估结果如何 从欧盟这个磨磨叽叽的态度就能看出 明显是不想给立陶宛出头 所以才找一堆借口出来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